近日,盛卫生及盛卫办公室发布关于在全盛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展预约诊疗工作的通知。 至2018年底,全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展预约诊疗,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分时段预约诊疗,推行检查检验集中预约,预约时段精确到一小时。 至2018年底,全盛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展预约诊疗,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分时段预约诊疗,推行检查检验集中预约,预约时段精确到一小时。 提升预约诊疗服务比例至2018年底,二级公立医疗机构预约诊疗服务,历次实现零的突破。 三级公立医疗机构预约诊疗率同比提高50%,复诊预约算大于等于80%,口腔,产前检查复诊,预约算大于等于90%。 这些项目,纳入预约服务,逐步完善预约服务,建立健全住院床外,日间手术,健康体检和咨询等预约制度,探索提供预约停车等延伸服务。 推行预约双向转诊服务,结合建立分析诊疗制度,积极推行双向转诊,二级医疗机构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级医疗机构为二级医疗机构预约转诊号员,用于危机重症,以难杂症患者的诊疗。 通过这些方式预约医疗机构,您通过网络,电话,窗口,诊间,社区等多种方式,多种途径,提供预约诊疗服务,方便患者预约,预约患者,优先就诊,对预约患者和预约转诊患者,实行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引导基层手诊,双向转诊。 社会办医疗机构这样做,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结合自身实际,推进预约诊疗,不断提高预约诊疗服务比例,拓展预约服务项目,参与预约商项转转服务,统一接入健康河北预约诊疗平台。 2018年底前,各地要督促指导辖区内二级预约医疗机构开放号员,统一接入健康河北预约诊疗平台,实现二级预约医疗机构全覆盖,逐步实现预约罐号,信息查询,健康身教,脚费充值,等多相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同时,各地各单位已开展的多种形式,在预约诊疗服务数据,要与健康河北预约诊疗平台,实现无缝对接,方便及时了解数据信息动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